一百六 總共一百六是吧 對啊 三個便當加一家 價格竟然不用兩百元 這一家便當店 還不到用餐 尖峰時段 店家準備好菜色 排隊人潮也已經陸續湧入 因為超便宜價格 在網路上掀起討論 民眾都說很佛心 到底有多便宜 一個比我手掌還要大的雞排 配上排骨 三樣配菜只要一百元 而且整間店內最便宜 也只要五十元 就是很健康 又超便宜 六十五塊而已 應該還蠻多的 大概都要繞過去 大概二三十個人吧 七十塊 還有個爐蛋 很便宜 等一下就排到那邊去啦 店內招牌 價格清一色 都不超過百元 最便宜 獅子頭便當五十元 一樣有三樣配菜 如果再加上一隻棒棒腿 等於一個便當 兩樣主菜 只要七十五元 超佛價格 民眾一次都買好幾個 市民這邊蠻多獨居老人的 然後學生也很多 然後工人也很多 所以老闆就認為說 就是這樣子賣就好 讓大家都吃得飽 然後也花得起 對 那你如果站高 有的人是真的吃不起 佛心便當店的 還有這一間 民眾一個接著一個 上門消費 因為價格也很便宜 像是雞排飯七十五元 還有三種主菜 糖醋排骨 鹹酥雞 搭配吐托魚 等組合 竟然不到百元 整間便當店 價格最貴的 只要一張百元超 萬物起漲的時代 吃一個便當 可以百元 有找 也讓民眾大讚 真的物超所值 三一圈菜中 教育台報道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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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